各位 在球場上面 你可能打球可以輸 但是垃圾話不能輸 像我那個時候 就是你嘴巴不能輸 嘴巴要不勁 對 你球隊 要嘴硬 那就有一些比較不孝的球員 他特別喜歡講垃圾話 而且在籃球場上 就是一個大七小 沒小鳥的一個那種 大七小沒小鳥 就是這樣子 對 所以那時候我算是 可能我18 9歲 剛出道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一位 就是我們的前輩 就是我剛剛說的陳建州先生 他就是以講垃圾話出名的 你知道嗎 對 他又很喜歡大七小 好 重點來了 你們通通評價好不好 他球到底打得好不好 他球真的打得好 真的 真的嗎 巔峰的時候 不以為意 不以為意是不是 意境也好像 沒有 我那時候還比較小 因為我那個年紀 年齡差距 不同的 不同的世代 不同的世代 沒有遇到 那時候就沒有看到了 沒有跟他們打過 有聽學長他們講過說 以前黑哥 很厲害 也是非常兇悍的那種 兇悍 對 OK OK 他說真的打得不錯 因為他大概只有192公分 然後他經常扛 只有192 他只有在我們傷口上面撒鹽 好不好 因為192在球場上面 因為不算太高 因為他打4號 後衛 他算大前鋒 中鋒 他差不多要扛200多公分的 那朱一宗怎麼辦 他是因為跑得快 對 準度嚴購 你多少 我186 186 矮冬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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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呂聰靈 這個真的矮冬瓜 這個 但是他有一個好處 他運球是不是高個子 沒有辦法弄到 超不到 超不到 他是那個 他算是鋒狗狂 隨便就卡到 他就犯規了 他就 對 結果 對 然後那個時候 陳建州先生他就欺負我 欺負學弟 他就喜歡講垃圾話 他就走過來說 聽說你 很小 跟口香糖一樣小 好 那可是你知道我這種人就是 球場輸沒關係 嘴巴不能輸 我嘴巴也還可以 我說對啊 學長 你有沒有發現 你媽最近口氣很清新 哇 當下一講完他就尊重我了 這種就是這樣 你一講完他就尊重你 對 但你那個幽默感要有 一定要稍微有一點 好 很顯然球場上的那個競竹 他會到私底下裡面 他是有懷恨在心的 所以他節目裡面會把他講出來 沒有啦 而且十幾年 你夠好才敢講 講這種垃圾話 然後在路上遇到那怎麼辦 沒關係啊 就這樣子 球場是球場的事 球場是球場 有時候你在球場上面幹架的 不行啦 你們這個是很多 會廢的狗 不會咬 沒有 會 這場上也會幹架 有一次我就跟一個 也是算是比我大一點的學長 打完 打完以後 而且你在球場打架 你一定要先打到他 因為你先尻完他 裁判就會 裁判就會推開了 大家就推開了 對啊 所以我就這樣 我就不會有輸贏 我就秉持這個觀念 我就先尻到他 然後就自己往後退 對 好白目 就是你是被人家架開的 你還想要打 小白吧 打完以後想說 起碼因為也不是比賽期 起碼也是兩個月以後 我只能說 就想說起碼也是兩個月以後 才會遇到 隔天就在花雕機就遇到了 然後以後被打 沒有 我就走過去跟他道歉 學長對不起 對 有時候其實就是這樣 你是把魔獸怎麼樣 我把魔獸惹生氣 就是他搶完籃板球的時候 然後他要往前穿 然後我去組長他穿球 然後可能我不是他的菜 靠他太近了 然後把我一把推開 然後我想說 我也沒對你幹嘛 你幹嘛推我 然後我就往回跑的時候 假帥 你假帥 沒有沒有 我往回跑的時候 有 你的臉看起來 就是會假摔的 他的臉是綜藝摔的臉 我絕對不假摔 然後往回跑的時候 他 我就故意再靠近他 然後他就把我推開 然後裁判就吹了我犯規 然後因為我夾他手 他把我推開的瞬間 我把他夾住 然後推完以後我想說 再來 有機會再來一次 然後我就 在裁判吹完我犯規以後 我再往前走 往他身上靠 然後他就一把把我推開 然後他就被吹急速犯規 所以這個也是小動作 所以其實魔獸本來是要在台灣 要再多待一年 就因為他這樣 有個討厭的小豬 來 易靖 你以前分享一個垃圾話 在比賽的時候就很難 你臉看起來那麼兇狠 講起來也很難聽 敢跟你講垃圾話 沒有 都是洋將 因為洋將就是可能流行那個文化 就是有進球之後 就會噴一些垃圾話 然後我就有聽過就是說 噴火的隊友 就說 你就是像個剛出生的小Baby一樣 就是很爛 然後我幫你吃食食這樣 You're born yesterday 那是這些你們是會走心的嗎 就是不會 就知道那些就是洋將就是 他們基本的文化 我是比較偏向好好先生 你是屁是不是 屁啦 你的臉看起來好好先生 他不生的時候 他算行動派 肢體上 給你講 給你講 他洋將說你是 剛昨天的新生兒 你應該跟他講 Do you wanna see my baby arm 喔 最初的戀人喔 Baby arm 就怎麼弄 實際上你怎麼應戰 之前有一次 就是跨聯盟的比賽 然後就被一個 剛進來的小學弟 然後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 他就不小心抽到我眼睛 然後他下意識也沒有任何反應 就是通常有 有拖到的話 就是要收錄一下 然後他也沒有什麼下一個動作 他就走掉了 然後我就突然情緒直接爆炸 然後就直接從後腦手 直接靠下去 為什麼這樣拗了 就沒有克制好 那個情緒突然 後來就被拉開 然後裁判就直接把我判出去了 他當下是被戳到眼睛 然後沒有看清楚 然後要去找人 所以就被人打到了 我幫你圓好不好 我幫你圓好不好 OKOK 這樣 沒關係啦 我被戳到 我被戳到 然後我要去扶 對…沒看到 被看不到 楊將就是很高很壯 然後他就把我撞倒 然後裁判催他犯規 他可能就覺得很不滿 他就嗆我說 你是小孩嗎 你們這一隊都一直在夾倒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跟我講這麼多幹嘛 你看一下分數 你們已經輸我十幾分了 你跟我講這要幹嘛 喔喔 你嗆啦 嗆回去 我想真的真心的問 所以籃球上真的會有假摔的 這一題 有啊 有啦 因為有的真的很明顯 是因為面前假摔 對… 是要做得好 有的演得真的太爛了 有一點動作 你不能沒有動作就摔了 但是因為現在籃球場上 多一個規則就是 如果假摔 會被吹技術犯規 所以變成說現在假摔 已經變成一個 算是一個藝術了 我跟你講 要摔得好 要深一點 好 現在是賽季休息 你們全體都到我們 三立演員訓練班 先學重藝術 你們就過來 好不好 因為有幾個就我面前摔這樣 然後就突然很痛 我就想說太假了 來啦 就這麼近 球場裡面 並肩作戰的好兄弟 是 對不對 但是他們會不會出包 有時候也會出包 那就一起扛 有勢兄弟一起扛 是 真的有那麼義氣嗎 就是有一次我們到桃園比賽 然後因為球衣是工作人員 就是行校單位在帶的 然後我們忘記帶了 然後剛好內湖那一批 我們就叫計程車趕快送過來 然後送過來的路上 因為司機不是桃園人 他找不到路 然後我們就趕快跟工作人員 現場的工作 雲豹的工作人員借機車 趕快 趕快騎到那個交流道 去找那個計程車的事情 對 然後送過來以後 剛好那一組衣服 是五個先發球員的 然後就剛好 剛好穿上 對 穿上 然後還有替補的球衣喔 球衣沒有球褲 然後五個先發球員 先上場比賽 然後教練要調度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先發的 就是沒有 那個時候我很清楚 因為那個球衣應該是我要處理的 所以我當時算是總經理 對 但是當然是 就是比如說 就是公司的員工沒有忘了帶 那個時候還有很多老外 老外球衣不洗球衣的 他比如說可能這三場比賽比完 我一次洗 所以那個拿來的球衣是 他前天穿過的 那個汗已經乾掉了 有夠臭 然後不管 拿來就趕快先穿 然後那幾個球員 比如說小豬要先上場 哇 這麼臭怎麼穿 快穿 快穿 趕快上去這樣子 但也沒辦法 對 重點是我們只有五件球褲 然後教練就是要輪替球員的時候 下來趕快 褲子脫了 趕快 給誰給人穿 比如說 太噁心了 比如說教練 小豬你去換憲哥 好 HIFI HIFI完後 脫球褲 現場脫褲子 好像趨威競賽 然後剛好就是 我們有一個小鞍 170幾公分 剛好換到200多公分的 哇 褲子怎麼穿 變熱褲 好緊喔 對 因為熱褲沒辦法 那沒辦法就是要這樣穿 太好笑了吧 對 然後後來還被聯盟罰了10萬塊這樣 障礙有發行 有 因為整個比賽被我們 延遲了一個多小時 喔 對 我們還是保持人家 會不會 還有賣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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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